第五波疫情持續不斷 政府日前指Omicron的死亡率是0.6% 較流感高峰期的0.1% 高出6倍呼籲市民不要視作一般流感 不過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柏妍說 當局的統計數據 並未將5月起新一波疫情 與最嚴重的2月至3月分開 梁柏妍在社交平台引用衛生防護中心數據說 以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9月4日計算 感染人數為156萬人 超過9500人死亡 粗死亡率的確是0.6% 但疫情自5月開始 包含多種變異病毒株 除了年初引起大爆發的BA.2.2之外 還有現時主流的BA.5 以及BA.4、BA.2.1、2.1 由5月起計算 有36萬3469人確診 356人死亡 粗死亡率已經下降至0.098% 即是與流感死亡率差不多 他認為當局分析數據要精準 死亡率會因病毒變種 社區感染情況 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比率 尤其社會免疫屏障已經有增加 不應該以一刀切計算 有專家同意現時疫情死亡率 與季節性流感差不多 他在社交平台發文說 隨著疫苗接種比例上升 加上本港已經有新冠口服藥作為治療 各年齡層和整體死亡率 較年初都大跌八成 衛生防護中心同意 5月至今的粗死亡率的確較12月至4月低 相信是由於大部分市民曾經染疫 但強調長者的粗死亡率仍然較高 5月1日至今的總人數死亡可能400多 其實有七成都是80歲以上 80歲以上有320多宗 他們的粗死亡率是2% 如果你再看回打針和不打針 其實年紀大打針的比例 那個死亡率是可以很高的 即是很多倍的 所以其實當然我們繼續覺得打針 有效地防止了嚴重的個案和死亡率 他又說本港現時6至11歲 以及80歲以上 仍然有近30萬人未打針 他們感染之後出現重症和死亡機會都會較高 有專科醫生強調本港疫情在5月後的死亡率低 是由於港府不斷推薦等措施積極干預下才做到 若果長者不打針仍然會有高死亡率 所以不可將新冠病毒視作流感 東網記者李承德報導